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回到旅遊寶石5 上次說到來到道館之後發覺打不太贏 所以我現在就不打道館了 先 skip 先 現在先去這些地方看看有什麼特別 我們先來對打下星星 一來馬上中毒 好啦 這些沒問題 水之波動 那要有啦 因為水之波動就是60的水技能 OK 徐重噴霧 這裡有一個訓練家可以打 我們用舔 嘩 蝕勾 10勒會蝕勾 嘩 還要用看穿10勒 嘩 不是要輸了吧 嘩 已經輸了 野生怪都打死我 10勒有蝕勾這麼厲害嗎 這個蝕勾過分了 那我換蟲吧 拍擊 不要緊 主要就是用來燒走蝕勾 因為這招蝕勾都很麻煩 很高攻啊 叫蝕勾 他蝕勾 接著我們用 普通技吧 打不到他普通技 因為我用了普通技呢 不是不是 鬼技能 轉了鬼屬性之後呢 他沒有技能打我 所以我就可以完美地打死他了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用啊 這個邊彎之魚 招鬼的其實我也想留 雖然其實 基本上這招領 基本上沒有人會學 但是我應該會留下 作為轉這個屬性的話 兩隻雞母蟲 這隻是一隻雷 是那隻巴士 那隻雷的飛蟲 沒什麼特別 我應該不會用的 中國球吧 天然雀 天然雀我們可以用鬼技 不是吧 竟然有同步 是不是進化了 進化了 進化做這隻中間階段的引蛙 水之珠 那現在大概是16 呢 咦 是不是沒有這個學習裝置那個 那個共享分成呢 應該是沒有的 但是先看了 對了 沒有分成 應該是要遲些才有 咦 狐主犬 狐主犬 狐主犬都想要 狐主犬都想要 想想先 狐主犬 我應該要一隻威嚇會好一點 還是不好呢 狐主犬好像很容易會死 因為火屬性呢 很多弱點 對 還有呢 他今集那個NPC呢 他的setting都挺屈 就是他會知道你想換重呢 再去換其他技能去打你 那 有點難用 所以 其實如果威嚇手來說 鯉魚龍是不錯的 但是鯉魚龍呢 有一個致命弱點 就是女屬性 一有女屬性就死定了 好 我們來試一下先 雖然覺得都沒什麼可能可以搞定 OK 來了 這裡呢 他會用物體腕 我記得 那我們先用比加超 啊 對 因為 因為一轉重 他就馬上轉了模式 先來個 噢 先來個 噢 不是吧 一來馬上這樣呢 生長 哇 連續麻痺 不行啊 我沒有技能打他 我這些技能 沒有一招可以成功地打死他 即是沒有一招可以很大幅地減低對面的傷害 即是譬如他有雷系 那我沒有地面技 也都 也都用水技我就打不贏他 也都沒有其他屬性的技能 即是現在我的隱蛙只有 舔和水之波動比較高攻速 啊不是 水之波動 電光石火這些完全不是一招技能 所以就沒有了 OK 蛇丸子 地鼠 厲害 對了 十八呢你看到 他的level 他的經驗值已經不再上升 證明他 已經是有這個level限制了 我看這裡有什麼 咦 為什麼這裡會有 場地呢 小拳石 咦 這個是妖精場地 我需要一隻地屬的精靈 石 小 巨炭山 巨炭山 好像是 巨炭山是不是地屬了 忘記了 還是岩石 岩狗狗 岩狗狗不行 我們需要找些勁少少的精靈 因為之前也說過 這個game 它的難度真的太高了 以往的改版 我應該會用一些比較少人用 或者是不太常見的重 但是今次呢 今次我應該會選一些好少少的 要不然我怕會炒 我怕會贏不了 但是這裡只有小拳石 地屬只有小拳石和菇柳柳 不是 這個動員只有小拳石和菇柳柳 還有巨炭山 還有沒有 地鼠沒有了 沒有了 有些柳 我們換一下拍檔比卡超出來 升一下你了 這隻 2連踢 這招2連踢 這招2連踢就是 Pokemon Let's Go 的比卡超會學到的技能 如果你有玩的你就知道 比卡超是可以學到2連踢的 好像是由當時才認識的 我不太記得 印象中我記得好像沒有 連這隻 水晶網這隻 一開始已經很難打了 只是前面那個勁敵 那個真字經 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這裡是電擊 電兵 然後是水晶波動 水這隻 有哪隻可以合用 打得贏他們 這隻電鼠 沒有什麼特別 這些也是 沒有特別 影婚生 影婚生不學 影婚生我覺得 沒什麼可能贏到 偵測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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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測蟲又是一個低速的精靈 如果我沒有記錯 所以 都不是很適合我用 進去森林看有什麼 要是 派拉斯絕對不抓 派拉斯這些 真的不會用到 我相信應該沒什麼人會用 派拉斯過關 只有這些 那些 蟲寶包 有沒有蘑菇 在這裡 蘑菇呢 有蘑菇我想用 那些蟲 不行 太差了 那些蟲 我想想怎樣過 才過一關 難道要抓小拳石那些 但是我 就算用小拳石 我覺得他會有格鬥技能打我 狐主犬這隻還要沒有威嚇 其實可以抓狐主犬的 老實說 可以抓狐主犬的 OK 搞定 那狐主犬是加特防減特攻 哇 密攻型 都不是不行的 遲些有機會再搞 性格那些東西 不是 點到為止 這招真的都會打 這招是 好了 比亞超升到18 就又招光場了 那光場其實有沒有用呢 光場我都沒什麼用 因為光場這招技能 比亞超開完 可能就馬上死了 又或者也能撐到一回 但是應該 遲些有機會可以學回來 光場我記得好像是招式機 所以可以用這個技能學回來 應該不用擔心 好了 現在就18 18 可以試一下 他一開始是隻 電擊獸 電擊獸 那我們可以先用比亞超試一下 然後我們先用二連踢 對面用 這個我快一點 OK 對面 你用草苗龜 草苗龜 為什麼你會用草苗龜 這裡 電池波 收回草苗龜 什麼 弄給他 嘩 我們用麻痺 麻痺了他 他就消傷不了 但是他依然觸發到他的加工特性 他的毅力 所以我們用護主犬出來 發動他的威嚇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的是火花 其實應該用燈鴻 鴻的火花 這些技能不太差 好像很差 草苗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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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這個 電光石火 生長 電光石火 搞定 OK level 壓制 這個廢物精靈 不配留在我的隊伍 放生 你嗎 我記住了你 今次是因為和管主對戰完 消耗太大 下次不會再輸 這個戰術都OK 其實 不過可能是因為第一關 所以都算簡單 不過如果你沒有玩開Pokemon 你會覺得很難打 其實我也覺得很難打 然後水子波動 給護主犬升一下技 咦 我們有物攻技 我們有用的 不要這招燈眼 其實火花也可以不要 因為我隻護主犬 剛才大家看過的性格是 很差勁的 這隻是雷系 應該不會死吧 會電擊 幸好我高level level壓制 蟲只有狗 咬牠 小拳石我們可以照咬 沒問題 好 OK 搞定 14個了 我們的護主犬 可以馬上試這個管主的實力 去到哪裏 好來了 來到杜鵑前面 是不是杜鵑 卡拉指示的杜鵑 因為想要實習中 嚴正在訓練師學校所學 所以成為了管主 讓我看看你用什麼職力 好 據我所知 杜鵑應該是岩石系的管主 5隻精靈 哇 17個了 17個了 應該會用岩石技 我換寵 應該都是用岩石 我們不如不要換寵 不換寵 我們用 咬牠 見反 不要緊 我們用蛙 然後用水之波動 收回 嘩吸水 OMG GG 牠應該會用草技 草技 我沒有抗性 這裡 點個石火先 但不行啊 點個石火打不通牠 因為牠是岩石系 嗯 舔牠 嘩超級吸收 吸了一大半寶 輸得 這裡輸得 Digi波先 二面踢 二面踢 如果這隻Y 有格鬥技好 那就贏了 我會沒有 總之不如我不行 舔牠 嘩還會自我再生 嘩過分了 管主你 你會不會過分了 管主 我要一隻格鬥系 咦 那我們先用 用著哪個 啊 不對啊 我還打算用那隻的師傅油 但師傅油 他是人家 這裡好像沒有格鬥系 唯一就是這隻 但這隻也不是格鬥屬性 啊不對 要進化才有 我們可以捉一隻看看 啊不對 他已經是格鬥系 好了 我們捉了一隻熊仔 嘩加速度減特攻啊 近身時對手可能會著迷 好像算不算多有用呢 可以試一下 加速減特攻啊 我記得他的速度不高 但既然他給我們有這個加速 那我們就試一下吧 咦 又有懶人翁 捉起來才懶人翁 有機會要的 懶人翁 有機會要的 所以會換蟲啦 那水之波動先啦 對了 立即換蟲了 已經 因為我們都換蟲換比加超 奇異之光 我們用電磁波 電磁波 好痛 咦 連到麻痺 非常好 潮北鼻出來了 潮北鼻應該都是比較低速 我們換懶人翁出場會死亡 接著用這隻蛙 水之波動 OK 保護啊 好 那就用小鳥 始終鳥的話 我們可以換這個護主犬 先講一講對面攻擊 對面用燕飯 我們再換蟲 然後比加超出去死 再用一隻蛙出場 水之波動 OK 水之波動 幫助 那幫助 不用幫助 不用幫助 不太要著 這招不要 幫助雙打都有用的 這招反而沒什麼用 水之波動 咦 沒有仙制技 我記得他有仙制技 但要進化才有 頭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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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快得過吧 頭蓋龍 搞定 打贏了道卷 好 這個規定要給你一個岩石徽雀 可以令你精靈訓練等級 常限變少至少23 亦都可以使用居合斬 岩石封 沒有什麼特別 岩石封 咦 他說什麼 可以重複用 我以為不能重複用 我以為不能重複用 好了 這個就是德文的人員被人搶包裹的事件 沒什麼特別的 現在我就看看這個城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呢 因為他有時候可能 這個城鎮有些特殊的東西 有些特別的禮物可以拿到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這個東西 好像 紀念球 沒什麼特別的 紀念球 德文董事長 沒什麼特別 應該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是拿居合斬 居合斬 如果大家有玩過六寶石就知道這裡是拿居合斬 如果沒有玩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這裡 就是這樣拿 精靈訓練師學校 好 有什麼特別的 這裡就是一些 咦 藍石廢雀 對你的新人訓練家來說不錯 我想看看你的戰鬥 咦 我就是要打 說這麼多 知不知道有什麼技能 這裡就是真的可以讓你學一下精靈的一些 教學 這個是 這個是爆擊那個什麼 不是 飛行不是 太久沒玩了 不太記得 挑戰過管主 但是被火在克制 這個 這個呢 訓練師學校特別好 可能會成為管主 而且很強大的 道卷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這裡呢 精靈就是一個奇怪的生物 嘩 為什麼圍著它 歡迎來到胡椒叔叔家 你戴個小孩媽 剛剛當上 做了爸爸 撫養這個孩子什麼都要重逗學 現在有點麻煩 女兒經常都不喜歡笑 朵朵 這個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又是那些配信的東西呢 不太清楚 這裡就是德文的公司 之後有機會回來拿 這個學習裝置 杖實果換拉魯拉斯 我的杖實果跟你換拉魯拉斯 杖實果 拉魯拉斯你也想要 用杖實果 旗石 在不同地方生活著不同的人和不同精靈 我覺得很有趣 遇到不少趣事 曾經發夢 夢到自己成為邪惡大反派 操控兩隻傳說中的龍精靈 網圖統治世界 寫來後 手上多一個紫色旗石 後來送給粉紅色頭髮的少女 旗石 紫色的石頭 是不是在說鬼盆中的那顆石 這個就是德文那個人 幫忙拿包裹 沒什麼特別的 今集時間就玩了那麼多 我們下集繼續這個救濟盧寶石5 看看會不會再卡關 暫時看起來都還可以 以我的實力 即是以我的一些 做法 可能去到那個地方再抓新精靈 再克制那個地方的訓練 那個地方的導管 這個做法其實都不錯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個讚和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